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现代的车 现代车型的现在的品牌力下降的很厉害 这车销量非常少 竞选虽然是日系车 但是它产品有点老化 所以销量也不好 老胡的推荐是什么呢 本田的宾志或者是XRV 如果女孩子可以考虑销客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帮你 我想买一辆二手SUV 有两个选择 一是15款的现代S35 二是15款的图胜 家用这两款哪个省油 小毛病少 性价比高 希望老师帮我选一下 还有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预算 中配的就行 首先说现在现代车品牌力下降的很厉害 他说这两种车现在新车价格都不是很贵 12、3万 半万14、5万就能落地 图胜现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双离合真的很不靠谱 所以我建议你买IX25 2.0的6速自动挡的就行 现在它的指导价12万起 高配的也不过就14、5万 用了5年左右 基本的价格就是15款的4年左右的车 基本就8、9万差不多就能拿下来 性价比很高 所以二选一我推荐的是IX35 价格便宜亮眼珠 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虎坎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语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